不過講到這個 就是說剛剛有講到分期之後 我有想...我有件事想問燕麗姐 現在很多百貨公司有這種優惠 比如說一筆六萬塊的消費 然後他就會說你一筆刷也可以 但是現在百貨公司有個優惠 就是說要分三期 六期 十二期 而且你一定...你三期沒有用喔 你一定要分六期上 才會有可能百貨公司又多給你一個 什麼什麼是禮物 六百萬一千塊 買了證 但是我就覺得很納悶啊 為什麼他要你分期 因為第一分期是會 占到我們自己的扣打 再來是說對於銀行來說 他現在也零利率 沒有手續費 他到底賺什麼 其實這就是一個消費上面的心魔 可能當下我們要買的時候 我們就會掙扎 十萬塊 我要賺兩萬塊 三萬塊 小資族會想很久 可是一旦貴姐跟妳說 最近百貨公司中原先剛好有活動 你十萬塊可以分十期 一個月只要一萬塊 而且分期之後 妳的紅利點數還Double乘以2 超好的 那甚至妳還可以送其他 有的沒有的贈品 那很多小女生就會覺得 好棒 我一個月只要花一萬塊 只要花一萬塊 那事實上妳還是花了十萬塊 所以分期零利率最大的好處就是 讓很多小資族誤以為 自己其實沒花那麼多錢 它就是觸及消費的一種概念 可是因為是長期配合的一些專案 所以反而是刷卡的手續費 也就是百貨公司付給銀行的 刷卡的手續費 會有一些折扣 那對百貨公司來說還是賺 因為妳本來是要付3%的 那這個專案也許可以談到1.5%或2% 我用信用卡的唯一原則是 我絕對不分期 對 我也不分期 因為我不想要變成就是這種 但是我會看贈品好不好 對 真的很均耶 我也是 因為那天他已經說 你可以多一千多塊的什麼 跟我們要不要搬 搬下去 搬下去 對 差別啊 對啊 消費者就因為這樣 就買了十個十萬塊的東西 對 就是因為真的要像 我們又不是沒靈魂耶 我們就是有想要買這個東西 才會剛好變 不會亂買 我們去想說 OK 每個月我還是要付這些錢 最後還是要付這個錢 對 我就是沒腦筋 沒腦筋 我就很容易腦衝 所以我才會現在坐在這裡 三個出來 三個出來 不是 因為真的 刷卡很容易 你會沒感覺 像以前我們真的很容易 就是你刷下去 你會覺得說 反正十萬我分期 分期是一個 還有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是 我之前有一年 到香港去一個比賽 然後贏了冠軍之後 拿到一張現金卡 額度還滿好的 然後回來之後 當然要慶祝 然後就跟那個公司 大家去聚餐 那一碗聚餐就隨便刷 然後就三四萬 然後吃飽之後又覺得說 還經過健身房 想說那我去看看裡面的環境 結果又一說服 我又刷了 就是會費 然後教練費什麼 又刷十幾萬 然後那個月也覺得說 太沒定性了 就是很討厭 覺得說你會刷到十幾萬 你還是用現金就好了 現在就是這樣 歡迎你來我們的健身房 對 打一家的 你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那樣子的 因為本來就那陣子會覺得 賺錢很容易 然後我們這行好像 那陣子的運勢又很好 所以覺得這樣滿好的 所以後續又刷了可能 其他的 說衣服也好 然後你去上吉他課也好 反正就刷了很多 我那個月刷了快五十萬 好多 得到那個冠軍 你得這麼多獎金 可以亂刷 對 他差不多就這樣 就這麼多 對 那次就讓我後面有一點點 你知道刷就很爽 但是後來嚇到了 製作單位可以發一點 跟我們一樣有定性的 一定有 不是 一定有人跟我一樣 所以要現在像我們一樣 就是超微要理財一下 這真的是人要做實驗的 就是說現在一個櫃子 然後上面放很多東西 那如果他上面有貼說 可以用刷卡的 這是一家店 那另外一家店 是不能刷卡的 那我們發現 可以刷卡這家店 那邊的客人 會買比較多東西 所以其實整體上來說 如果你可以刷卡 你會整體上花比較多錢 還有剛剛那個分期這件事情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理論 就是說 你一個月會心裡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大概可以花在娛樂上 大概是三萬或五萬 但如果你分十二期 那你可能每個月 你這一筆只會花一萬嗎 你就會說 那我大概還有四萬可以花 那我們心裡帳戶會把 花在娛樂 跟花在教育 花在哪裡 會把它分開來算 所以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花的比較少 所以那些各種刷卡方式 都是促進你去更努力的去消費 而且大部分人其實是沒有定性的 他們研究做出來結果是這樣 要像各位這樣有定性的很少 那海太熊 你本身是現金熊還是刷卡 我也是現金熊 我問一個定性的問題 看你們是不是真的有定性 現在有一本書 你非常想買 非常非常想買 然後這本書定價是350塊 那你可以買 紙本書350 紙本加電子500塊 或者是電子書500塊 紙本 紙本 紙本嗎 紙本 紙本 不都買紙本嗎 當然紙本 有人在買紙本加電子的嗎 沒有 沒有 你也買紙本加電子嗎 紙本 你也是買紙本嗎 對不對 但他們研究出來覺得很特別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 那我買紙本加電子 為什麼 因為你就多了一個啊 你就多了一個東西 有賺到的格式 內容嗎 對 你有懂嗎 就是有一個賺到的Feel 然後最有趣的是 你看你的定性去哪裡 你看 對 你看 你就可以看出有定性 如果是寫真書 再貴我也買 我是把眼放到上面 我等一下傳那個網站給你 如果以我對你了解 寫真書你不會花錢 你會直接請一頓 請寫真女郎本人 這一頓比書還貴 好貴喔 然後也只看眼 不會 OK 那我問一下燕莉姐 就是你會建議大家 怎麼正確使用信用卡 對 其實我覺得 比較有自製力 比較有規劃能力的 像我們這三位 我們這三位 我們當然就是認真刷卡 我們可以刷越多 賺越多 賺越多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回饋 可是如果你真的 沒有自製能力 然後對消費毫無節制 然後你的慾望 就跟海底一樣深的話 那當然就是用現金 對 比如說像我 有個朋友 他是非常有名的 優良教師 他不辦信用卡 我就特別問他說 為什麼你不辦信用卡 他說燕莉 你認識我這麼多年了 你沒有覺得 我很喜歡買東西嗎 比如說他今天看到 一件襯衫 他就會在那個鏡子前面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因為他很掙扎 到底要買哪幾個顏色 最後他做的決定就是 就小孩才都選擇 全部都有包起來 所以他一定同一款的 同一個款式的襯衫 可能七個顏色都有 對 我也是這樣 我家在二十幾件西裝 我都是包色的 包色的 完全沒辦法控制 包色那個太恐怖了 對 然後登山包包也是二幾個 後來我也不理解 問他說為什麼需要二幾個 他說燕莉智明就不懂 每天可以穿 用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要配衣服 對 妳怎麼都不懂 然後第二個就是 如果今天登山是登當天的 包包就小一點 如果是三天的 五天的 七天的 十天的 都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例子 因為他自己很清楚 他就是沒有消費的自制力 所以他就不辦信用卡 因為他怕會那個刷卡會破表 然後第二個例子 是我以前的部署 一年的年薪大約是80萬 他對自己很好 他很珍惜生命 我們也很珍惜生命 他珍惜生命的方式就是 一年至少要出國玩三次 然後一趟是歐洲 兩趟是亞洲 去歐洲的那一趟 更厲害的是 每次去都要帶一個 名牌包包回來 所以他每年 這個珍惜生命 我以為說每年做健康檢查 這場真爽耶 對 所以他一年下來 大概光是旅遊的費用 就要花30到40萬 他的珍惜生命是自然療法 心情愉悅 心情愉悅 對 都還沒講完 那因為他還是 就是還要租房子 什麼什麼其他的消費 所以到最後他就變成卡奴 然後前期他只有欠30萬卡債 那時候他自己還覺得說 好像也還好 30萬就是隔年 想罵省一點就可以還回來 就沒有想到他隔年 還是持續這樣的一個消費 到隔年他的卡債 就暴增到80萬 後來銀行 銀行就打 就是照三餐打電話給他 所以他就想辦法 就是找家人 找爸爸媽媽 一起來處理債務 其實你會衝動消費 根本不分現金牌是 沒錯 他想包色他也是來 還是現金 我付 你有時候花完手 身上的話 你會覺得還要去提麻煩 那你不會再往下了 我跟你講的是一樣的 什麼不會往下 他都買20幾個包了 他就是身上花完這衣服 你可能本來要買20個 如果刷卡的話 但你發現錢不夠 所以你只買12個 你的故事你會說 你幫我留那幾個 我等一下再會 等一下再會 等一下再會 不要那個感覺 我都是這種感覺 反正說我們懂就好 好啦 除了這個 要小心消費 就是有時候就是 消費沒概念 所以你會亂花 花到一些可能 自己不需要 所以大家注意自己有沒有破財 海太熊今天有做了一個測驗 就是破財測驗 就是看你會 兩個月內會在哪一個地方破財 那其實是幾個心理學家 發展的一個性格測驗 那通常剛剛我們談 很多時候都是你有壓力大的時候 會想要花錢 那現在這個測驗是這樣 就是它其實跟壓力有關的測驗 有快遞送來一個包裹 然後裡面裝了四個抽象的東西 都不是具體 都是抽象的 那都是負面的 可是你只能退回一個 那你要退哪一個 退回哪一個 只可以退一個 這四個東西只能退一個 那也就是說你要留下三個就對了 第一個叫做 批評與嘲諷 第二個叫做 無意義與不重要 第三個是 拒絕跟爭論 第四個是痛苦跟壓力 這四個都很爛 但你只能退一個 你們呢 退一個 對 只能退一個 只能退一個 你要退哪一個 痛苦與壓力 四 好多人都是四 完蛋了 我跟唯一一樣 我又死了 我會變聰明 四四一二 那觀眾朋友可能有人選三 那選拒絕跟爭論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種我們稱作是變色龍型 就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的這種類型 那你經常會順著別人去做一些事情 那你會花在這個看護費上 看護不是說你要花錢去照顧人家 不是說要請看護 是說因為你不想拒絕朋友的邀約 所以你就去了 你是為了看護他的心情 譬如說你不想要讓老闆丟臉 所以你幫他付了什麼錢 你也是看護老闆的心情 就變色龍就是那種 就是人人好那種類型 好 然後再來是很多人都選二 二嘛 二是叫做無異語不重要 這種人我們稱作是獅子型 很害怕會輸給別人 經常想要衝食自己 過度衝食自己好適合你 好準喔 生命不短 珍惜生命 無異意不重要 就是要被生命 對 人真不能接受無異意跟不重要 你通通都要衝食 但是衝食的人我覺得非常好 如果你買的東西都有用 那我覺得還不錯 有一些人是會買十本書 在家裡面覺得說我要看完 但從來不會看 或者是會去上很多課 然後後來都沒有記起來 所以如果選二的人 表示你可能眼高手低 想要的東西很多 想要衝食的人會很多 你很怕輸別人 可是這可能不小心 就是都沒有真的用的 是 好 再來看四 好 那四是 很多人選 痛苦跟壓力表示 三個 壓力跟痛苦表示 你是屬於哪一種人 是屬於烏龜型的人 就是逃避壓力 就是平常不會亂花錢 但是壓力一來 如果有些很想逃避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去花一筆 譬如說吃個東西 很爽 爽 爽 爽感 不是 這個我們解讀又不一樣 泡上自己 你不是常常都會帶家人去哪裡 一定是 因為我跟你講 你越是狀況不好 要越自己更好 對 因為你對自己好才說 我為什麼錢要在那邊 就肥累掉了 那你為什麼不用在身上 讓自己好好了解 我生命的重要 跟生活的快樂 對 這句話從你嘴巴講出來 我不得體 我其實我只是為了 反駁他而反駁 是不是 這像是亞蘭會講出來的話 對 兩個主持人是選一嗎 對 還有我 那也是選一嗎 對不對 不想要批評與嘲諷 那這種人我們稱作 他是屬於老陰型 那老陰型的很特別 喜歡掌控一切 想要主導全局 像這種人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不喜歡 輸的感覺 可是不喜歡輸的感覺 就有可能 比方說有些官司 或有些車禍 然後你就會想要爭贏 可是可能會花掉大筆的錢 然後聚餐的時候 想說我來付 然後你想要有一種面子 可是沒想到這面子 也會花了大筆 這真的是聚餐 聚餐好多 因為官司 我只要想要花律師費 就算了 對 那車禍盡量不要有 對 聚餐超容易有時候 大家開心的時候 對 現在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 哈哈哈哈